当入冻这一块以后 开始去研究就发现 正常的海水贴取值是8.2 如果掉到8.0就必须要小心的 那注意有问题的 到7.8很多武器最动就要开始受到影响 到7.2都不行的 所以换句话讲说 我们就要求这个海水一定要 尽到社会企业责任 你要多投点吃 让你的这个海水水不会酸化 那今天阳岸的海水酸化 但是台北一直不太远 台塑化一直不太远 因为他觉得要求是要花钱 可是更糟糕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讲的很有道理 我合格 为什么合格 因为我们甲类海洋 海水水质的标准是7.5到8.0 所以这些道理多为 那是十几年前定的标准 从来没有人知道 那个标准是不好的 到现在还没有改 所以我就只好就赶快建议 把鼠标去修正这些标准 随着科学的进步 我们必须要去改进 所以他们现在好像听进去了 但是什么时候修改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的对台说来讲 他没有违规啊 所以很多科学必须要尽找一些责任 这是一个例子吧 好 这法令过的对我们的气候变先会有好处 因为现在我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样的叫Blue Color蓝碳 蓝碳就是说我们在海岸的这些湿地 包括红树林沼泽或者海桥窗 它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固碳的能力 或者我们讲碳工程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 远远超过陆地的热带雨林 这个非常多倍 这个我们应该有些素质告诉各位 我这个是我11月去年 10月下旬 去澳洲参加那个第六届全州 跑步去大会的时候 去拿到了一份资料 他才强调 连大洋公海 它其实固碳的能力都非常高 所以这也是片头一开始告诉我们 其实海洋对我们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海洋在那里 那我们可能更惨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固碳的能力 陆地上的植物 二磁房就在沿岸的磁地这些 然后这里大洋 它的固碳能力那是几磁房的高 这边它有一张固碳的更高兴 为什么 因为它讲了一些话 它说鱼磁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积累动物 也是最大的碳移动的单位 因为它本身的个体其实都是 蛋白质合成的 那么所以它对于减转气候面前或碳空的那种巨大的固碳 如果这些声音声音都没有了 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怎么讲 我们要从多角度来想 我们其实社会多样性能功能 在哪里 好 它气候面前讲完了以后 它接着就带到气体破满 但是它没有用很多的镜头来告诉大家气体破满 当然它提到的一个比如像这个炸鱼 我没有这个照片给各位看 但是呢 船果为什么会对这个香菇礁有伤害 因为有时候以前我们台湾到现在都这样 你如果去船船的时候 你到了香菇礁必须要潜水的时候 你一天船要顾地嘛 你一天按这个碰帽就可以丢它去 每次丢一次砸一次丢一次砸一次 那个就是不对的 因为事实上在国外 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 在水面上有个固定的一种骨毛 你要绑在那个毛上 而不是绑在那个丢那个毛到海里面去 当然我们其实讲到西湖的话 如果其实是没有山谷教的提示 如果用拖网去提拖 这个对山谷教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对这个整个的海底西地 也是一个很大的口感 他们就举例啊 就好像在海里面砍发热带雨 把整个生态系统毁掉 那你拖网 捡上来的东西只有其中的一点点 反正这块使不当 其他都是浪费掉的嘛 所以这也是非常浪费的一个 他们说鱼业就是鱼业 就是鱼业 是世界上最浪费的产业 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 生态比如固然一方面 我们鼓励大家去炒这方面的发展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很担心 因为这些方学潜水的菜鸟 你知道它水性不好 它乱踩乱踢啊 对山谷教来讲 其实是很大的破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到肯定去 你看就要花个几百块 你就可以上去 好 我们跟国外不一样 国外他们保护商交好的是 人不能碰山谷的 那那个导游是带着你 有一定的路线 对不对 然后它这个 否则你会被 这个处划 或者去地的 所以 但是在台湾这个 你要潜水好像是 在打锅子里面下小时 随便丢都可以 从哪边下都可以 没有人在管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的管理 其实没有到位 我固然也是参加过去 哪会也是去年到青岛 卡马来西亚 它在推广 这个潜水的一些手折 我觉得这张图非常好 对不对 我会把它稍微反映在这边 你去潜水不要拆山谷 不要激起沉积物 不要追赶 海洋生物不为 不丢垃圾 不管海洋生物的产生物 可以反对 可惜不涉及等等等等 我觉得 我们在台湾 这方面的教育宣导 其实应该有多多努力 为什么不用手套 为什么不用手套 因为有些不采集 后面有一个不用手套 你用了手 他就敢拼摸了 哦 他就故意就要听票 说到你们各位的眼力真好 看见一下就看到了 这个要不用仔细 好 这个片子里有介绍了 这个珊瑚医食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其实早期啊 早就有人在台湾都坐了 所以海参馆先坐了 但是那时候坐还被人骂 还被某一些法医学者被骂 他们觉得这个也不对 他说你去采天然的珊瑚 你又不对 但是各位知道 有很多事情所谓的对不对 你要看你的效果好不好啊 你在影片他有告诉你 他其实是相互太茂密 也不见得是对他也是好事 对不对 你就像洪树林 各位知道 观众多洪树林啊 早期的时候 文政法列入 这个 保育的 那个 生态的时候 不能碰 不能产生 对不对 都是违法对不对 可是洪树林它是发展过头了以后 其实是不好的 它会物化 它反而生态性就少了 所以现在变得可以开始疏法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 今天你那个山谷 很多地方被破坏 有些因为它长太密 反而 长不快 没办法长 那你把你移歇过来 其实不是坏事 其实那山谷的移植 其实并不难 其实后来 在海生馆做OK了以后呢 学师所 洪树分所也 也就开始做一些山 这个山谷的移植 因为在洪树 其实也是这个山谷的积例 海生馆其实它可以 那样现在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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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